戴君如大喜之日哭六回 拜全林心如不及嫁人 女性戴君如昨天和德安堂第三代黄淮辰走入爱的另一端 她们在俊悦饭店举行婚宴席开五十桌 两人一早在新竹迎娶下午沙回台北 在杨明山教堂进行结婚仪式 新娘感动到哭了六次明年开始做人目标升个马宝宝 她的心情怎么样 有松一口气的感觉然后有不可思议 因为我今天一整天就是觉得 诶 是人到我结婚了吗 会觉得很不真实 然后也哭了一天了 从早上一直不断地在哭 哭到我妈妈我姐就说 你可以不要再一直哭了吗 新郎和新娘面子很大 获得名车珠宝等共约六千多万元价值的赞助 只要花费婚宴布置费用约两百万元 他们演艺圈交游广阔 出动不少大咖学和喜酒 最大的就是这一咖 好闪喔 是指新人幸福洋溢太闪了吗 36岁的新如也该嫁人了耶 没看到好友 说不说到好友意见 很幸福的也有差 不会啊 就来参加婚礼蛮开心的 因为上个月才去参加完 君君的婚礼嘛 然后这个月现在要参加君主的婚礼 希望可以感染他们的幸福 然后呢 自己也可以赶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他们请到洋溢奖和纪文会当伴郎伴娘 陈姨和沈建宏被分到当招待的工作 结婚刚满周年的六月和李懿 则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小两口 有没有什么话会新人说 就是要套一下那个范范的歌词 就幸福是需要经营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以自己的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婚姻是要互相包容 对 因为你结婚一开始都很好 但后来会发现很多生活上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煮饭 煮得很幸福他给我喜欢吃 苹果娱乐新闻前辈有交 新人有没有在Tina报导 有没有在Tina报导